好 最后面呢 你看到简报38页这边 如果各位呢 你想要知道一些那个什么指定大权啊 然后怎么问问题啊 其实我有整理几个啦 你可以简单做参考 但是每个人的 技巧都不一样 因为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 巧妙各有不同 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些通则啦 你可以去就是练习看看 看哪一个老师的 哪一个人分享的讲法 你比较能够接受 比较符合你的使用习惯 那你就可以去试看看 那很重要的 第一个 就是说AI在这边就是什么叫做好问题 你看指定扮演的角色 给一个什么具体的目标方向啊 你去设定他的答案 甚至你可以告诉他什么东西是我不要的 你也可以用负面列表 这样也都很好 好这个是定义一个好的问题 那相对的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什么 有的人会担心 我现在教的学生 AI之后 他会滥用 比如说怎样 替代形作 因为老师出了一个题目 说 呵呵 嗯 谁样的作文题目 然后我就直接问 Chair of GD 请他帮我直接产生出来 那这样完全不思考的 其实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只会怎么样 越来越糟糕 好 所以 AI 如果你都不去做 思考 批判 那这个工具真的不OK 然后你看 你太过依赖的话 你真的没办法发生那真相 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讲 如果你不是那个领域的专家 我真的分辨不出来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因为你不熟悉的领域 就是因为不熟悉啊 所以他给你的 可能就成为你的第一印象 那这个第一印象 就会影响到 如果万一他是不正确 或者是部分不正确 那你以后在应用的时候 就会受到影响 当然 像我刚讲的答案来的太容易 有没有 就会只要 要答案 所以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哆啦A梦跟 大雄 你不觉得哆啦A梦就是来自未来的吗 对不对 大雄有没有 常常要请他帮忙写作业 可是哆啦A梦就是属于教育型的 有没有 AI机器人 他不会直接给答案 OK 所以 大家多了解啦 这样 不管你未来是老师 未来是学生 我们鼓励他用 但是一定要给他正确的引导 然后呢 你要告诉他 他的原理 限制他的优缺点 这样子才会有帮助 那如果你是当学生 适时的 提供怎么样 提出问题啊 对不对 以前你比较不敢 这个 或这个 现在 你都可以大胆的问啊 因为他不怕你问 他也不会觉得你很烦 晚上12点 2点 3点 你叫他他都会起床 好不好 好 那剩下的这几个 可能我们今天超过时间比较多 我就不讲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这都是在我部落格上的介绍 我文章都有出来的 另外呢 这个微软呢 他也有冲着Canva而来的 叫做denyder 这个也还不错 各位知道吗 我简报地业 我一开 开中名义不是告诉你 我简报地业用AI做的 我就是用微软的denyder 请他 把我的情境讲出来 请他帮我找 请他帮我设计的 好 所以不好意思 我也是越来越偷懒了 没有好想法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下 这样OK 好 那我们可能今天时间上的关系 我就先到这边 那 应该我今天的影片有录成功了 所以 我会把它上传到这个 简报地业的网址上 那如果各位呢 有需要的 你可以到上面 再重新复习 或者呢 我也鼓励大家 多到外面 参考一下 因为你多听看看不同人的介绍 我相信你会有 更有自己的一些经验 跟 使用的一些技巧 你就会更多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技巧 不用学太多 尤其是像那个 像很多那个 Megeri 他那种 图片深层次的那种秘技 说真的 其实你可以不用学太多 为什么 因为 可能过几个礼拜 或过几天 又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AI会越来越人性 你就不用记那么多什么 那个 特别的语法 只会越来越简单 会越接近 我们可以沟通的方式 这样子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嘿